选举榜公投又碰上了选务人员比较没有经验 三支区公所今天除了针对投开票所 应注意的事项来解说 主密表示也希望借此来降低失误率 距离大选剩下10天 今年因为选举榜公投选务工作比起以往复杂许多 为了要在选前加深选务人员的选务工作印象 今天三支区公所召集区内即将为选举投开票所服务的人员进行工作讲习 特别的是问到首次为选务服务的人员 有相当多的人员比例都举起手 因此公所对于工作流程与注意事项更是格外的仔细说明 这次的选举因为有市长市议员跟里长 另外还有10个案子的公投 所以就复杂度比以往更加的繁复 同时我们这次参加选务的工作人员 有一半以上都是新鲜人 那这些伸手来从事这个选务工作 我们的讲解要更加的清楚 希望能够让这个流程非常的顺利 那这样我们在开票不止准确 而且能够迅速节省大家的时间 选举榜公投又碰上选务人员多是新鲜人 三支区公所除了针对服务态度进行讲述 还有投票所应该注意事项 以及投完票后领公投票事项解说 不厌其烦的一再说明 就是希望将事务率降到最低 因为选举投票一切程序都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今年除了市长议员与里长三项投票外 还有10项目的公投议案 对于第一次服务的选举新鲜人来说 显得有些复杂 不过也有相关科系的选务新鲜人表示 选举投票是民主的最高展现 也可以透过参与选务的服务过程 了解选举工作脉络 并且一起见证民主展现的时刻 起角料品和三只采访报道